妈妈有700万现金可以安稳退休吗? 发文的人说 她的妈妈预计在明年就要退休啰 公司退休金有150万元 那她有150万元定存在后年会到期 另外她还有活存400万元 所以这三笔钱加起来就是她标题说的 妈妈有700万现金的由来 是 另外她妈妈还有在投资股票 买了31档 种类非常多非常杂 比较多的是有 元大台湾50有一张 元大高股息有四张 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有22张 其他是金融股为主 有台契营5张 星光金3张 兆丰金3张 台中营2.8张 台新金2.8张 元大金1.4张 国泰金、开发金、永丰金都是一张多 那其他的持股大多都不到一张 就是零股 那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 像是统一啊 台积电啊 长荣啊 中石化啊 华兴科、熊士等等 总市值大概是179万元 而且还没完哦 他说他妈妈目前住的房子 房贷已经付完了 另外他还有在租别人房子 每个月可以收到租金2万5千元 停车场他还有在租人哦 每个月又有3千5 再来是劳退 他每个月有大概3万元 那这个发文的网友想要问说 这样妈妈到底可不可以安稳退休 我觉得可以宣告破案 就是我们不用特别的计算 他是发生炫耀的吧 对那听起来很够退休了吧 绝对够 那想要安稳退休啊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去检视自己每个月的现金流 去盘点一下手上的资产 看收入啊 是不是会大于 至少要等于支出 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不用担心退休的生活 可以跟妈妈去讨论一下 他评估一下 就是每个月退休之后 大概会花费多少钱 这个花费啊 当然是包含了日常开销 总是要吃饭啊 要喝水嘛 那还要休闲娱乐 长辈他也许可能会跟邻居啊 或者是跟自己的朋友啊 出去玩啊等等的 那每个月可能也还有 再缴一些保险 那当然啊 年纪大了会需要有一些医疗的支出 可能固定会去看医生做检查 那也要记得把这一块纳进去 那另外啊 退休除了以上这些 一定也不要忘记 要多准备一些紧急的预备剂来使用 那至于准备多少啊 就看每个人的需求 常见的说法是 我们可以准备6到12个月的生活费 另外啊 就是再次提醒 就是长辈的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人的寿命真的是越来越长 真的 自己身边的很多长辈 可能80岁90岁都还很健康 我都觉得他们有固定在运动 搞不好身体比我还好 那那个医疗啊 长照这一块 就是不能小看的花费 就会儿子 还别怕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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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